當潮水下降 誰沒有穿固執 就會被看清楚 自己做了什麼事 既然現任的黨主席 對於當年國民黨所做的事情 應該一愷承擔 卻加害人反而哀哀叫 說什麼分化清算 這真是執迷不悟 針對立委黃國書現任事件 那朱立倫改口說 那時候國民黨當然要負責 並反擊說 蘇院長是整天搞分化清算 那院長怎麼看 國民黨當年藉由 特務情報 及其他種種不法方法 來強制人民壓迫人民 受苦受害 時間非常的長 現在漸漸因為 民主開放 轉型正義 時間漸漸的證明了一切水落石出 當潮水下降 誰沒有穿固執 就會被看清楚 自己 做了什麼事 既然現任的黨主席 對於當年國民黨所做的事情 應該一愷承擔 卻 加害人 反而哀哀叫 說什麼 分化清算 這真是執迷不悟